第十一章,慕子轩怀孕,经过接近两个月的舟车劳顿,陆成的车队总算是抵达了北郡。这一路上,陆成他们经过各个郡县时,各个郡县的官员都好好接待了他们。陆成在路上的时候,也和自己的妻妾沟通交流过。不过因为要赶路,基本上都莫怎么认真交流。陆成的练气诀和回春手都莫怎么修炼。 看到北郡的化界线后,陆成两个月的疲惫一扫而光。这个世界没有水泥路,坐马车一路上颠死人。如今到达了北郡,他的生孩子计划总算是可以实施了。想到这里,陆成让人加快速度,前往他的心腹底。很快,陆成他们的车队到达了北郡的燕城。 北郡有十三城,其中最繁华的就是燕城。这里今后也将作为陆成的王城。到陆成的车队出现在燕城时,燕城的官员全部出来迎接。燕城的百姓也站在道路的两旁。 此时人群中有不少人小声议论着北郡。咱们北地总算是来藩王了。有什么用?北王才十六岁,还是个孩子。我听说北王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被赶到北郡来的。也不知道北王会不会一来就加税。要是继续加税,我们就活不下去了。要是北王一直在府邸寻欢作乐。不管咱们就好了。 我听说有些地方有了藩王以后,百姓的日子变得更加难过。陆成在进城的时候,看了一下道路两旁的百姓。北地百姓的衣服明显比其他郡县的百姓要破烂。和其他郡县的百姓比起来,他们就跟叫花子差不多。这也太穷了。燕城还是北郡最富裕的城池。连燕城的百姓都穿得这么破烂。其他县可想而知,他那个父皇还真是够狠心。居然让他来这种地方。 也不知道北郡能够达到九十分的女子多不多,会不会影响自己那浅。陆成不断地通过系统在人群中寻找能够达到九十分的女人。结果扫描了半天,一个都没有看到。道路两边的老百姓之中,女子评分最高的都不会超过八十。陆成感到有些失望。当车队来到城门的时候,北郡的官员们都拱手说道,参见王爷。陆成这时候从马车上下来。 看到陆成出来后,百姓们立刻沸腾了。北王好英俊呀。都说北王才十六岁。但他看起来已经和二十岁的大人一般成熟了。通过面相看,北王似乎不像是那种不学无术的人。 这时候,一个身穿青衫长袍的中年男人来到陆成的面前。陈李锐。参见王爷。听到这话。陆成打量了一样,李锐。名字。李锐。身份。北郡临时郡守。实力。无品。忠诚度。三十。 在他看来,你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废物皇子。看到李锐的忠诚度这么低。陆成又立刻看了看北郡官员的忠诚度。结果几乎所有官员的忠诚度都和李锐一个样。这也不奇怪。这些人恐怕早就打听了自己在京城是重什么情况。陆成直接开口问道。李太少。 不知道本王的府邸修建的怎么样了。李锐回答道。王爷放心。您的府邸已经修建完成。现在就可以入住。陆成面带笑容说道。那就带路吧。是。王爷。随后,李锐他们带着车队来到了北王府。进入北王府后,李锐便直接开口问道。王爷。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微臣好向您汇报北郡的情况。 虽然李锐看不起陆成这个废物皇子。但陆成毕竟是北王。如今北郡的最高权力者,北郡的官员任免都是北王说了算。在这个时代,藩王再分封地有很大的权力。不仅有行政权,官员任免权,还有铸臂权和军权。李锐就只是朝廷任命的临时郡守。北王来了后,他就有可能会被调离。所以,李锐打算在北王的面前刷刷脸。 找找存在感,让北王知道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官员。听到李锐这话,陆成笑着拍了拍李锐的肩膀。然后说道,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李太守!本王莫来之前,你就将北郡管理得井井有条。今后你就替本王继续治理北郡吧。 此话一出,李锐激动地半跪下说道,多谢王爷认可。微臣一定全力辅佐王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听到李锐这番话,陆成有些无语,自己只是想找个人干活而已。这时候,陆成看到李锐的忠诚度瞬间涨到了五十。 他便说道,好了,李太守,你去忙你的吧。今后若是梅石膜重要的事情,就不要来找本王了。本王现在要去熟悉一下本王的府邸了。 说到这里,陆成就朝着他的王府走去,看到陆成的背影。李锐的心情有些复杂。很显然,北王是打算荡甩手掌柜,将北郡的一切事物都交给他这个郡守。这对于他来说,当然是好事。毕竟权力谁不喜欢。 但是李锐也知道,过分接手北王赋予的权力,很有可能会引来朝廷的不满。这在大夏王朝是有先例。曾经有个封地的王府常使,就接管了藩王的一切权力。被朝廷判定为窃取藩王权力,囚禁藩王。最终那个常使的下场,就是抄家灭族。陆成进入王府后,确定了自己要住的院子。随后,他从系统空间里面拿出龙凤树种子。他咬破手指头。 然后,滴了一滴血在龙凤树种子上面后,便将种子埋在了泥土之中,并且吩咐下人要精心照看。龙凤树成长起来后,龙凤树树叶泡的茶能够让女人更加依赖他。这东西对于陆成来说很有用。 此时?身穿红色青纱长裙的木子轩从院子路过。他见陆成咬破手指头后,不停地往土里面急险。于是连忙进入院子。 王爷,您怎么了?木子轩还以为陆成是被毒蛇咬了。再将毒挤出来呢?陆成扫了一眼风情万重的木子轩。笑着说道。 我没事。我在用血培育龙凤树。木子轩疑惑地问道。龙凤树?那是什么?陆成一把搂住木子轩的柳腰。回答道。今后你就知道了。说到这里,陆成的手开始在木子轩的腰间游走起来。爱飞,要不咱们现在去试试王府的床怎么模样?听到这话,木子轩的脸上瞬间浮现出一抹红韵。随后陆成直接将木子轩拦腰抱起来。 朝着房间走去。你和妻妾培养感情一次。练气绝经验直加十。恭喜你解锁练气绝。引气入体成功。恭喜你,成功让木子轩怀孕。获得肥皂制作方法。怀孕获得奖励为鼓励性奖励。所以,奖励叫手。成功让孩子降生即可获得更加丰富的奖励。 第十二章。你们都已经死了。听到系统波爆声后,陆成瞬间就感觉自己的身体。 变得无比清爽。就好像自己的皮肤都会呼吸了一样。陆成无比惊喜。总算是引气入体了。 引气入体以后,他也算是踏上了修仙之路吧。 当然,让陆成惊喜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木子轩终于怀上了孩子。 之前两个月,一直在赶路。虽然路上,他们也有沟通交流。也经常培养感情。但是木子轩他们三个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没想到,这才刚刚安稳下来。 木子轩就怀孕了。腰反眼后带。果然还是需要安稳的环境呀。 陆成搂着木子轩。一边轻轻抚摸着木子轩白红相见的肌肤。一边说道,爱飞。我这里有一个赚钱的方法。不知道你敢不敢兴趣。陆成现在是北郡的藩王。 王府的经济来源基本上是百姓的税收。但是这些税收还要给下机关员发工资。 真正留给王府的恐怕剩不了多少。王府想要过得好,还是必须要有自己的产业才行。正好他获得了肥皂的制作方法。 当然,真正赚钱的其实还是盐铁这类东西。不过陆成暂时还没有打算去碰这两样。这种利益牵连太多的东西,要是他刚来北郡就动。恐怕刺杀他的人会更多。 听到陆成的话后,木子轩眼睛一亮。他随即问道,王爷。 您说的是什么方法?木子轩也想证明自己的价值不仅仅只是在床上。在京城的时候,他爹可是将他当作是太子妃来培养。所以,他各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强。 陆成回答说道,我手上有一种能够清洁衣物的东西。我相信这种东西能够得到百姓的青睐。木子轩疑惑地问道,王爷说的是藻豆吗?这个世界有一种树。树上面结的果子具有清洁衣物的功能。 人们称谓藻豆。如果是藻豆的话,到处都有。很难做成产业。陆成笑着说道,当然不是。我说的东西要比藻豆的清洁能力更强。 等过几天,我让人做出来你就明白了。木子轩说道,嗯,切身明白了。 这时候,门外传来了丫鬟的声音。王爷,楚夫人找您。听到这话,木子轩立刻对陆成说道,王爷,您还是赶紧去看看吧。 楚一应该是找您有重要的事。他们才刚到北郡。事情肯定有很多。 木子轩也不敢缠着陆成。若是让人知道,一来北郡,他就缠着陆成。 到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骂他。爱妃,你好好休闲。我出去看看情况。陆成依依不舍地从床上起来。 穿好衣服后,就离开了房间。陆成走到王府的练武场时,看到李峰和楚雨晴正在说着什么。 见陆成过来后,李峰赶紧说道,见过王爷。陆成看着楚雨晴说道,楚姨,你找我有事吗? 楚雨晴说道,不是我找你,是李将军找你。陆成的目光又落到了李峰的身上。 李峰连忙从怀中拿出一封信,然后对陆成说道,王爷,这是我们出发的时候,穆国公给属下的。 他让属下到达北郡之后,就将这封信给您。陆成立刻接过李峰手中的信件。 打开后,认真地看了起来。此时,李峰和他身后的一百多个士兵都死死地盯着陆成手中的信件。 尤其是李峰,显得非常紧张。他也不知道信件里面说了什么。 他现在就怕北王将他们给灭口了。毕竟他们马上就要回京城了。 北王很可能信不过他们。陆成看完信件以后,扫了一眼李峰等人。 李峰的忠诚度如今已经长到了八十七,完全是可用之人了。 护卫队的士兵忠诚度也都不低,基本上没有低于六十的。陆成直接开口说道, 穆国公在这封信里告诉本王,你们都已经死了。 此话一出,一片哗然。 李峰等人心中不禁想到,北王不会真的打算灭口吧? 不对,应该说是穆国公就没有打算让他们活着回去。 毕竟这封信是穆国公给北王的。 陆成见李峰他们似乎很紧张的样子。 于是继续说道,穆国公让本王转告你们。 他已经派人将你们的家属送到燕城来。 你们已经在虎奔军除名。 今后你们就跟着本王。 这…… 李峰瞬间反应过来。 原来是他们误会了陆成的意思。 他们已经死了。 说的是,他们已经被大厦虎奔军除名了。 看来穆国公一开始,就不想让他们回到京城。 想让他们跟着北王。 陆成这时候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 当然,若是你们不想跟着本王。 本王也不会勉强你们。 听到这话,李峰和那一百多个士兵毫不犹豫地半跪下来。 我等誓死追随王爷。 开什么玩笑。 现在,他们要是敢说一个。 不。 自…… 绝对走不出燕城。 他们又不是傻子。 而且,追随北王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在得知了北王拥有能够杀死九品高手的武器后,他们就认为北王一直在藏桌。 等北王再次回到京城。 军临天下之时,他们这些人都有从龙之功。 该怎么选择? 根本不用多想。 陆成说道。 好了,你们都起来吧。 谢王爷。 陆成从怀中拿出一块令牌。 扔给李峰说道。 李将军。 拿着我的令牌。 去接管北郡的军队。 训练的军队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李峰立刻抱拳说道。 属下一定不辜负王爷的期望。 尽快整顿北郡军队。 将他们训练成能战之君。 陆成说道。 也没有必要太过于着急。 动作太大。 影响不好。 李峰瞬间反应过来。 立刻说道。 明白。 属下一定小心行事。 李峰想着北王肯定是打算继续藏桌。 避免被人发现他的图谋。 好了。 你们去做自己的事吧。 说到这里。 陆成就转身准备离去。 这时候。 楚与琴看着陆成的背影。 心里隐隐约约,感觉有些不对劲。 不知道为时魔。 他总感觉陆成的身上似乎有一团气体。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楚与琴脚尖用力一灯。 瞬间来到了陆成的身后。 陆成感受到身后的灵气波动后。 猛然回头。 正好看到楚与琴。 和楚与琴的视线相对。 楚与琴和她的距离不足三十厘米。 一股幽香飘入陆成的鼻孔。 让陆成身体有些躁动。 楚仪。 你这是。 楚与琴拐儿一笑。 随后说道。 陈儿。 没想到你居然背着仪成为了一个舞者。 我过去怎么从来没有见你练过舞。 你练的是什么弓。 啊。 陆成间自己暴露了。 于是笑着说道。 楚仪。 这是男人的小秘密。 楚与琴娇琴说道。 你哪来的这魔多秘密。 陆成黑黑一笑。 一个深沉的男人。 心中的秘密有些多也正常。 楚与琴无语地瞪了陆成一眼。 然后说道。 你不说算了。 我去不防了。 话音落下。 楚与琴的身体便朝着王府门口走去。 看着楚与琴那恶娜多姿。 风韵端庄的身影。 陆成感觉心中的火焰越烧越旺。 他连忙回头。 跑去找自己的两个小妾修炼去了。 第十三章 收回北郡军权 雁成 郡守府 看到李锐回来后。 北郡的官员都一拥而上。 其中一个官员问道。 李太少。 王爷有没有说接下来他要做什么? 现在北郡的官员都非常关心北王来了北地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大动作? 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饭碗和利益? 李锐露出一丝笑容。 他抬起手抚摸着自己的胡须。 随后一脸泰然地回答道。 王爷对我说。 没有重要的事情不要去找他。 北郡一切照旧。 听到这话。 北郡的官员瞬间变得无比的兴奋。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手上的权力和他们的利益都不会受到损害。 这时候虽然他们嘴上没有说。 但是他们的想法基本都是。 还好朝廷派了一个废物皇子来北郡。 然而就在这时候。 郡守府的一个士兵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他来到李锐的面前。 小声说着什么。 听完那个士兵的话后。 李锐皱了皱眉头。 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看到李锐的脸色这么难看。 一个官员连忙问道。 大人。 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官员话音刚落。 李锐就走进了郡守府。 看到李锐和一众官员都在。 李锐笑着说道。 李大人。 你的府邸今天还真是热闹啊。 李锐回过神来。 连忙走上去说道。 哪里哪里。 不知道李将军来我府邸是有什么要传达的吗? 李锐直接拿出北王的令牌。 然后说道。 王爷有令。 从今天起。 北郡一切军务由我接手。 听到这话。 院子里面的官员瞬间慌了起来。 他们之所以敢肆无忌惮。 一点没有把北王放在心上。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北郡的军队都掌握在太守的手上。 北王刚到北郡就要接手北郡的军务。 这是要干嘛? 军队是比较敏感的。 藩王掌控军队必然会做一些什么事情。 难不成北王这是打算对他们动刀? 李锐这时候说道。 李将军。 王爷才刚到北郡。 对北郡还不熟悉。 不知道他让你接手军务是为了什么。 李锐并不认为是北王要对北郡的势力动刀。 至少短期之内是不会的。 毕竟他才刚到北郡。 还没有在北郡站稳脚跟。 再说了。 北王要维持在北郡的统治。 还需要他们这些官员和北郡的各大势力。 北王就算是再不懂事, 也应该不会做出这种自毁根基的事情来。 李锐看出了李锐等人心中的担忧。 于是直接说道。 李大人。 我相信, 你应该听说了王爷在旧翻路上被血月楼刺杀的消息吧。 李锐说道。 这是自然。 李锐继续说道。 既然如此。 那你就应该明白王爷为时摩要掌控军权。 王爷不想他的人身安全掌握在别人的身上。 听李锐这么一说。 李锐等人瞬间反应过来。 对啊。 北王在来的路上被刺杀过。 他年纪比较小。 肯定是被吓到了。 或许是因为他怕死。 怕北郡的军队对他造成危害。 所以他才会掌控军权。 李锐继续说道。 李大人。 你该不会是不想交出军权吧? 王爷将北郡的一切事物都交给了你。 若是军权还在你的身上。 那到底你是王爷? 还是北王是王爷? 听到李锐这话。 李锐的额头瞬间冒起了冷汗。 的确。 若是北郡的一切权力都在他的手上。 他没有人能够限制的话。 恐怕要不了多久,朝廷就会派人来找他麻烦了。 李锐想了一下。 反正北郡也没有多少士兵。 还不如干脆直接交出去。 避免给自己惹麻烦。 想到这里。 李锐立刻从怀中拿出虎符。 李将军。 这是通关北郡所有兵马的虎符。 随后,李锐又对自己身边的一个身穿铠甲的士兵说道。 王校尉。 你带李将军去兵营看一下。 是。 大人。 随后,李锐跟着那个士兵前往了燕城的兵营。 等李锐走后,李锐身后的那些官员都围了上来。 大人。 您怎么将虎符交给他了? 是啊。 大人。 王爷要是有了军权。 乱来怎么办? 大人。 这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听到官员们的议论声。 李锐说道。 你们尽管放心。 本来军权就应该掌握在王爷的手中。 王爷收回军权也是很正常的事。 而且,你们刚才也听到李锐的话了。 王爷将北军的事物都交给我了。 若是我还掌控军权,恐怕王爷能够容得下我。 朝廷也容不下我。 听李锐这么一说,有些脑子转得快的官员瞬间明白了李锐的意思。 毕竟大夏王朝曾经就发生过某王府尝试垄断权力。 囚禁藩王的案例。 不过,他们还是有些担忧。 北王一旦有了军权,就等于是手上有了武器。 想要收拾他们的话,易如反掌。 他们也就不敢再像以前那样乱来了。 李锐继续说道, 好了,你们各自返回各自的管辖地。 若是北王有什么命令,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听到李锐这话后,官员们也只好陆陆续续离开了郡守府。 几天后,北王府,陆尘在院子里, 看着下人按照肥皂制作图制作出来的肥皂。 他拿起一块抹在一件脏衣服上面,尝试了一下。 很快,脏衣服上面的鱼子经过清洗,就变得干干净净。 看到这一幕,院子里面的众人都发出了不可思议的呼声。 楚与琴好奇地问道, 陈儿,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找到的制作方法? 这肥皂居然这抹好用。 陆尘一边洗手一边笑着回答道, 楚仪,我如果说这是我自己想到的。 你相信吗? 楚与琴美目一抬, 有些阴阳怪气地说道, 陈儿果然是长大了, 秘密越来越多, 什么都瞒着一夜。 木子宣见气氛似乎有些不妙。 于是赶紧打圆场说道, 楚仪, 这的确是王爷想出来的办法。 实际上, 楚与琴也只是语气稍微有些阴阳而已, 他内心一点都没有生气。 楚与琴早就不打算探寻陆尘内心的那些秘密。 但是话说回来, 楚与琴一想到以前陆尘 什么都和自己说, 结婚之后却什么都瞒着自己。 这就让他感觉内心有些酸酸的。 这时候, 周潇潇在一旁转移话题说道, 王爷, 这种肥皂你打算怎么卖啊? 陆尘在制作肥皂以前, 就明确说了要拿来卖。 所以, 周潇潇很好奇, 清洁效果这磨酱的肥皂王爷打算怎么定价? 陆尘想了一下, 然后说道, 就卖三道室温钱一块。 周潇潇一旁的周悠悠, 惊讶说道, 这磨便宜。 陆尘说道, 薄利多销, 本来就是用来代替枣豆的东西, 不能够太贵。 太贵, 莫人买了。 说到这里, 陆尘的目光落到穆子轩的身上。 爱飞, 肥皂产业就交给你了。 穆子轩满脸兴奋地说道, 王爷放心, 妾身一定打理好肥皂产业。 尽快让王府的内裤充盈起来。 穆子轩话刚说完, 脸色就突然表白, 干呕起来。 看到这一幕, 周悠悠和周潇潇赶紧来到他旁边扶着他。 姐姐, 你这是怎么了? 快, 快叫大夫。 第十四章, 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看到穆子轩前偶, 陆尘就基本上猜到了是怎么回事。 毕竟他在几天前就收到了系统的提示。 这肥皂的制作方法也是因为穆子轩怀孕才得到的。 不过, 即便知道了他已经怀孕了, 还是要看看大夫才行。 他的回春手还没有开始修炼。 没办法帮穆子轩查看身体, 只能够让大夫来看看情况。 穆子轩随后被转移回到了房间里面。 穆子轩躺在床上, 看着床边的陆尘说道。 王爷, 切身没事。 陆尘抚摸着穆子轩的脸颊, 微笑着说道。 还是躺着吧。 等大夫来看了再说。 很快, 大夫来到了房间。 大夫简单地把了一下脉之后, 立刻站起身来作一说道。 恭喜王爷。 王妃有了? 听到这话, 房间内的众人都兴奋了起来。 周潇潇在穆子轩身边说道。 姐姐。 太好了。 你怀上了。 咱们王爷有后了。 陆尘也高兴地说道。 小柔。 取二两银子给大夫。 听到这话, 大夫立刻说道。 多谢王爷赏赐。 这年头, 二两银子可不算少。 大夫都不知道, 要看多少个病人, 才能够赚到二两银子。 等大夫走后, 陆尘抚摸着穆子轩的肚子, 笑着说道。 爱妃啊。 看来我们这么多天的辛苦, 都是值得的。 穆子轩脸色微红, 这里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呢。 陆尘居然说得这么直接。 穆子轩这时候说道。 王爷。 之后一段时间, 切身就没办法服侍您了。 陆尘说道。 没关系。 你好好养胎便是。 穆子轩这时候问道。 王爷。 您打算什么时候, 让潇潇和悠悠进门? 虽然周潇潇和周悠悠, 已经是陆尘的女人。 但是, 他们毕竟还没有办酒席。 毕竟是王爷纳妾。 酒席肯定还是要办的。 陆尘想了想。 然后说道。 过两天就办。 穆子轩面带笑容问道。 这件事, 能不能够交给切身。 陆尘说道。 爱妃若是愿意。 那这件事, 就麻烦爱妃了。 看到陆尘和穆子轩, 情意绵绵的样子。 楚雨晴总感觉心里有些不舒服。 随后她转身安静地离开了房间。 以前都是她陪着陆尘。 如今, 陆尘有王妃了。 似乎已经不再需要她这个仪了。 这让她内心很是失落。 几天后, 北王府传出北王要纳妾的消息。 听到这个消息后, 北郡的各个势力都开始准备起了礼物。 百花楼。 一个身穿红色长袍的女子正端坐在窗口, 眺望着远处来来往往的人群。 女子红色长袍松松垮垮, 露出了白皙的锁骨和白黄黄的一片。 若是有人看到, 很容易被看迷惑。 她的绝美容颜没有一丝可以挑剔的地方。 胶炎透出淡淡的红韵, 胶艳可人。 女子嘴角微糊, 一双桃花眼中似乎带有春意。 整个人看起来娇媚无比。 她的绣发高碗, 用凤钗扎扎着一个发际, 长长的青丝披散在她的香肩上面。 玲珑曲线的身姿更显她的风情万重。 就在这时候, 一个戴着面罩的女人进入房间。 她在帘子后面说道, 圣女, 阁主让您尽快完成任务。 离开北郡。 听到这话, 女人不禁冷笑了一声。 她的声音非常清零, 彭扶林中鸟儿的叫声一般。 北王一直躲在府邸。 我们也无法确认她身边的宗师有没有离开。 哪有这么容易完成任务? 帘子外面的女人说道, 阁主说这是殿下的意思。 她也没有办法。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可以提出来。 王清慈淡淡地说道, 算了, 你回信告诉她。 我会尽快找机会接近北王。 让她不要催了。 王清慈此时有些心烦。 她两个月前就来到了燕城。 为了接近北王。 她还特意将自己打造成了花魁。 结果, 北王到达燕城后, 一次都没有来过百花楼。 都说北王不学无术, 为人比较好色。 喜欢偷偷跑到沟兰厅去。 结果, 北王到了北郡, 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一直待在府邸。 那里都不去。 王清慈也试图派人去王府打探情报。 但是王府的守卫非常多。 而且有楚与清亲自作证。 他们的人很难混进去。 现在王府是个什么情况? 他们也不知道。 此时, 一只蓝色的鸟儿从窗外飞到了王清慈的面前。 王清慈立刻抓住鸟。 取下他腿上的纸条。 看完纸条上面的内容后, 王清慈玩耳一笑。 看来他们的情报没有问题。 北王的确好色。 这才来北郡末几天。 就开始纳妾了。 这对于他来说, 可是一件好事。 他得想办法, 去一趟王府。 如果能够引起北王的注意, 那就再好不过了。 美人计对于他来说, 是最好用的。 尤其是在搞暗杀的时候。 几天后, 北王王府。 今日是陆臣纳妾的日子。 王府到处张灯结彩。 来送礼的人络绎不绝。 这次纳妾的一切事宜, 都是由穆子轩操办的。 基本上北郡的各大势力, 都收到了王府发出来的邀请帖。 穆子轩还打算利用这次机会, 将肥皂推广出去。 所以, 他才会邀请北郡的各大势力。 在送礼的时候, 陆臣坐在演舞场上, 一边听着王府的人, 汇报各大势力送礼的情况。 一边用眼睛扫视着, 来参加婚宴的女子。 在大夏王朝, 未出阁的女子, 一般不会出门参加别人的婚宴。 不过, 今日不少人未了能够让王爷注意到他们家族的女子, 从而和王爷联姻, 于是都带来了他们家族未出阁的女子。 但是, 陆臣扫视了一圈后, 并没有发现, 平分超过九十的。 陆臣叹了口气, 燕城果然还是太小, 太穷了。 连平分超过九十的女人都这么少。 就在陆臣准备放弃的时候, 一个身穿紫色长裙的女子进入陆臣的视野之中。 名字? 王清慈 身份? 九品五者 江南王家的养女 燕宇阁圣女 百花楼的临时楼主 为了刺杀北王 他特意来参加北王的婚宴 试图引起北王的注意 从而使用美人计勾引北王 平分 九十五 好感动 零 看到眼前的提示 陆臣愣了一下 没想到 居然有九品的刺客混进来了 哦 不对 别人不是混进来的 而是光明正大走进来的 看着王清慈妖扰的身姿 以及老奸巨华和那白晃晃的一片 陆臣顿时感觉有些迷糊 好不容易有一个九十五平分的角色 居然是一个刺客 真是倒霉 能够找到九十五平分的女人不容易 她一定要想个办法得到这朵妖扰的玫瑰 让她给自己伤孩子 想到这里 陆臣陷入了沉思 似乎龙凤树已经长出来了 待会儿她就去测试一下龙凤树树叶泡茶的效果 如果龙凤茶的效果好 那到时候 她和王清慈的身份就要发生转变了 想到这里 陆臣嘴角微微上扬 有时候 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第十五章 忽悠楚雨晴 这时的王清慈也注意到了陆臣 毕竟她本身就是冲着陆臣来的 看到北王居然冲着自己微笑 王清慈心里大喜 看样子她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 她果然引起了北王的注意 接下来只需要静静等待 她相信要不了多久 北王就会找上她 王清慈对自己的美色 还是很有自信的 随即王清慈也朝着陆臣微微一笑 婚宴结束之后 陆臣就直接离开了 而木子轩则和那些来参加婚宴的女性们 在一起聊天 陆臣早就和周潇潇他们 两个沟通交流过感情 所以 对于洞房这事 陆臣一点都不着急 她这时来到了正远 也就是她种龙凤树的院子 龙凤树种下去半个月都没有 却已经尝到了陆臣的腰间这磨高 不过龙凤树看起来和一般的树木没有区别 陆臣从龙凤树上面摘了几片叶子 打算待会儿动房的时候 泡茶给周潇潇他们两姐妹喝下 这时 楚与琴出现在院子里面 见陆臣没有去接待客人 也没有去找周潇潇他们两个 而是跑来这个院子看树 楚与琴好奇地问道 陈儿 你这是做什么 怎么没去找周家两姐妹 听到楚与琴的声音 陆臣愣了一下 随后 他扭头看着楚与琴 内心顿时产生了一个想法 这时候 陆臣在心中问系统 系统 是不是龙凤茶喝了以后 女人就会对我形成依赖 并且离不开我 是这样的 并且 女子喝下龙凤茶后 便无法对你造成伤害 当你接触他们身体时 他们会失去力气 不过 若是喝下龙凤茶的女子 对你有好感 那么 龙凤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他们的功力 听到系统的这番话 陆臣有些惊讶 他还以为 龙凤茶顶多是让女人 对他产生依赖 没想到 还有增加功力的效果 楚与琴对自己的好感度这么高 那要是他喝下了龙凤茶 肯定也能够增加功力 想到这里 陆臣微笑着说道 不着急 现在大白天的 我去找他们做什么 难不成楚衣想让我白日宣那啥 听到这话 楚与琴白了陆臣一眼 你瞎说什么呢 我只是让你 去找他们两姐妹谈谈心 毕竟你们已经成婚了 这时候 楚与琴看着陆臣手上的龙凤树树叶 好奇地问道 你拿着树叶做什么 陆臣没有直接回答楚与琴的问题 而是看了看四周 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说道 楚仪 你跟我来 我有个秘密告诉你 听到这话 楚与琴眼睛一亮 瞬间来了兴趣 最近这段时间 他发现陆臣有不少的秘密 每次他询问陆臣的时候 陆臣都以他长大的未由 不愿意告诉他 他一度认为陆臣 是不是已经不认他这个仪了 既然陆臣今天愿意 主动告诉他秘密了 那他肯定是要听听看的 他倒是想知道 陆臣会告诉他什么样的秘密 此时陆臣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 楚与琴也赶紧跟上 陆臣进入自己的房间后 便将手中的几片树叶 放入桌上的茶壶中 看到这一幕 楚与琴更加好奇 不知道陆臣这是在做什么 过了片刻之后 陆臣将泡好的龙凤茶 倒到两个紫砂杯中 楚与琴 你尝尝这个茶的味道 听到这话 楚与琴愣了一下 随后他无语地问道 陈儿 这就是你说的秘密 陆臣神秘地说道 楚与 你先喝了就明白 我说的秘密是什么了 说到这里 陆臣端起桌上的一个紫砂杯 将杯中的龙凤茶一眼尽 见陆臣都喝了 楚与琴也将信将疑地 端起了自己面前的紫砂杯 然后轻轻抿了一口杯中的龙凤茶 刚喝了一小口 楚与琴就瞬间感觉一股清凉 涌入心头 下一刻 楚与琴发现 自己体内的功力居然缓慢增长了 他境界停留在酒品已经好多年了 他都以为自己的境界很难再有所提升 没想到只是喝了一口茶水 体内的境界居然开始有所松动 楚与琴随即将杯中的龙凤茶一眼尽 随后他的美眸紧紧地盯着陆臣 陈儿 如果我没有看错 你刚才手中的树叶 就是院子中间那棵树的吧 楚与琴早就发现了 陆臣似乎对院子中间的那棵树特别上心 楚与琴还一直很好奇 魏石魔陆臣来了北郡之后 每天都会亲自给树浇水 原来那棵树的树叶 居然能够让人增长功力 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陆臣依旧没有回答楚与琴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楚仪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楚与琴微微闭眼 下一刻一道气流从楚与琴的身体蔓延出去 楚与琴睁开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 他居然突破到了半部宗师 虽然距离成为宗师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这起码让他看到了希望 这时候 陆臣才开口解释说道 楚仪 院子里面那棵树名叫龙凤树 喝了那棵树的树叶泡的茶 能够帮助舞者提升功力 陆臣只说了一部分内容 至于龙凤茶的其他用途 陆臣暂时还没有打算告诉楚与琴 楚与琴的性子比较软 陆臣可没有打算一开始就来这样的 听到陆臣这话 楚与琴顿时感到非常惊讶 虽然他已经体验到了龙凤茶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但是亲自听到陆臣的解释之后 他更加感到不可思议 陆臣能够拿出瞬间杀死九品武者的武器就算了 如今居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到了能够增长功力的植物 这种东西要是被人知道了 恐怕整个武道事件都会大乱 到时候不知道有多少宗师级别的高手来王府抢夺那棵树 不仅是宗师 说不定大宗师都会对这棵树感兴趣 楚与琴也不打算问陆臣是怎么来的了 反正问了陆臣估计也不会说 楚与琴这时候叹了口气 担忧地问道 陈儿 还有其他人知道这棵树的作用吗 陆臣摇了摇头说道 这件事我只告诉了楚与你 别人都不知道 楚与琴提醒道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棵树的作用 否则北王府就大难临头了 到时候我也保不住北王府 陆臣说道 楚与放心 我知道这其中的利弊 楚与琴说道 好了 你先去潇潇和悠悠他们那里吧 陆臣 嗯 那一声说道 那我先过去了 话音落下 陆臣就转身离去 不知道为食魔 看着陆臣离去的高大背影 楚与琴突然感觉有些心神不宁 第十六章 奴家多谢王爷赏赐 陆臣离开正院后 正打算前往周家两姐妹的院子 这时候 他看到慕子轩正带着王清慈 前往王府的后院 陆臣有些好奇 慕子轩怎么把这个女人带到这里来了 他皱了皱眉头 恐怕是王清慈想要接近她 所以 找了不知道什么借口 骗过了慕子轩 这样可不行 如果这个女人是冲着自己来的 那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 若是王清慈在这个过程中伤害了慕子轩 那就麻烦了 如今慕子轩又怀了孕 想到这里 陆臣连忙跟了上去 陆臣在进入后院的时候 丫鬟小柔正打算去泡茶 陆臣立刻拦着她说道 小柔 待会儿泡茶的时候 用这个树叶来泡 说到这里 陆臣将手中的树叶递给了小柔 小柔也没有多想 毕竟她只是一个丫鬟 是 王爷 降龙凤树树叶交给小柔后 陆臣也随即进入了后院 在看到陆臣后 王清慈内心顿时非常高兴 总算是找到机会 接近北王了 当然 他并没有打算 现在就对北王动手 他这次接近北王 主要还是为了在北王的面前刷刷脸 让北王记住自己 加深对自己的印象 他不确定传言的那个宗师 有没有离开北王 这个时候若是动手 很可能他自己也无法走出北王府 此时 王清慈立刻从石凳上面起身 行李说道 名女参见王爷 穆子轩看着陆臣 跑到这里来了 好奇地问道 王爷 您怎么没有去妹妹他们那里 虽然陆臣早就把萧萧和悠悠 吃干抹尽了 但是今天毕竟举行婚宴的日子 还是要去走个流程的 结果陆臣跑到这里来了 陆臣笑着说道 不着急 等晚上了再说 说到这里 陆臣打亮着眼前的王清慈 王清慈全身上下 散发着迷人的香味 当真是一个狐媚子 陆臣随即问道 你是谁 王清慈立刻自我介绍道 回王爷 奴家是百花楼的花魁 穆子轩这时候 在一旁补充说道 王爷 王姑娘在见识过肥皂的效果之后 打算向我们订购一批肥皂 陆臣说道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你们继续说是吧 不用管我 说到这里 陆臣走到亭子的边上坐了下来 此时 小柔端着泡好的龙凤茶 进入了院子 小柔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龙凤茶 王清慈这时候 继续对穆子轩说道 王妃 我们百花楼订购的肥皂数量比较多 不知道王府多久能够制作好 王清慈现在的注意力 根本没有在穆子轩身上 不过这个时候 他也不敢太过分 只好假装说事情 穆子轩问道 你们需要多少 王清慈回答道 一千块 穆子轩有些惊讶 这是王府第一次接到这么大的订单 这么多 王清慈玩耳一笑 随后解释说道 我们百花楼的姑娘 衣服比较多 而且 每天都需要清洗 为了清洗这些衣物 百花楼每日都需要去城外购买大量的草豆 穆子轩想了想 觉得有些道理 毕竟是烟花之地 那些封城女子身穿的衣服 必须要干净才行 所以 消耗肥皂也是正常的 这么说来 百花楼今后还能够成为王府的大客户 就在穆子轩为王府的第一笔大订单高兴的时候 发现亭子不远处的陆臣的眼睛 在王清慈的身上扫来扫去 穆子轩瞬间明白了 为是魔陆臣慧出现在这里了 原来他是冲着王清慈来的 不过穆子轩并没有觉得有什么 陆臣喜欢美色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王清慈是百花楼的花魁 尝得这魔妖柔 陆臣动了心思也正常 这时候 王清慈端起桌上的茶杯 喝了一口茶 这一喝 王清慈顿时感觉一股清爽的感觉涌上心头 王清慈愣了一下 随后问道 王妃 你们王府的茶是从哪来的 听到这个突兀的问题 穆子轩有些困惑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王清慈会突然把话题转移到了茶上面 随后 穆子轩好奇地端起桌上的茶杯 然后也抿了一口 穆子轩随即明白了 为什么王清慈要突然问茶水的事情 穆子轩扭头看向一旁的丫鬟 小柔 你泡的是什么茶 怎么我从来没有喝过这种茶 还莫等小柔回答 不远处的路晨就主动开口说道 爱妃 还记得我正愿中的那棵树吗 听到路晨的话 穆子轩瞬间想起了最近这段时间 路晨精心照顾的那棵树 他一直都很好奇 路晨为食膜对那棵树这么上心 原来那是一棵特殊的茶树 穆子轩这时候问道 王爷 难道这茶壶中的茶叶 就是从那棵树上摘的叶子做的 路晨点了点头说道 是的 说到这里 路晨的目光落到王清慈身前 微笑着问道 王姑娘 这茶怎么样 王清慈回答道 清香甘甜 提神醒脑 奴家从来没有喝过这抹神奇的茶 路晨说道 既然王姑娘喜欢 那我让下人摘点新鲜茶叶 给你带回去 王清慈心里想到 看样子 北王是打算用这茶来讨好自己 按照这样的进程 要不了多久 北王就会成为他的入母之兵 而他的任务也快完成了 想到这里 王清慈露出一丝妩媚的笑容 说道 奴家多谢王爷赏赐 路晨这时对小柔说道 小柔 你去我经常浇水的那棵树上 扎二两新鲜茶叶给王姑娘带回去 是 王爷 随后小柔离开后院 前往正院摘茶叶去了 之后 王清慈和穆子轩 继续商量肥皂的事情 等确定好交货日期后 王清慈便带着小柔刚摘的龙凤树叶子 离开了王府 穆子轩见路晨两个眼睛 一直盯着王清慈的背影 于是走到路晨的旁边坐下说道 王爷 若是您喜欢王姑娘的话 切身可以让人去摆花楼将她买下来 让她伺候王爷 王姑娘应该还是清白之身 穆子轩在女人这方面都比较开明 她也没有争风吃醋的想法 听到这话 路晨回过神来 她的大手一把搂住穆子轩的腰肢 然后用力将她抱起来 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 随后 路晨小声在穆子轩耳边说道 爱妃 你该不会真的认为 她只是一个普通的花魁吧 路晨打算直接将王清慈的真实身份告诉她 毕竟王清慈这个女人 本来就对自己别有目的 若是让她过度接触穆子轩 说不定会对穆子轩不利 还是告诉穆子轩她的真实身份 让穆子轩防住她一些比较好 第十七章 宗师也没食魔大不了的 听到路晨的话后 穆子轩微微愣神 在她的眼中 王清慈的确就只是一个普通的花魁 路晨继续说道 她是九品舞者 燕宇阁的圣女 穆子轩的大脑一正 她并不知道燕宇阁是什么势力 但是一个九品舞者 居然跑到百花楼这种烟花之地当花魁 这明显就是有什么阴谋 穆子轩这下明白了 为是魔王清慈突然要来接近自己 看样子定够肥皂是假 借机接近王爷才是真 穆子轩连忙说道 王爷 妾身知错了 妾身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引狼入室 妾身甘愿接受惩罚 路晨抬起手 刮了刮穆子轩的穷鼻 笑着说道 不知者无罪 我没有怪你 穆子轩问道 王爷打算接下来怎么处置她和百花楼 路晨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看着石桌上的茶壶说道 爱妃 你刚才喝了龙凤茶之后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穆子轩想了一下 特别的感受 妾身喝了龙凤茶之后 感觉身体很是清爽 路晨继续问道 除此之外呢 比如说身体有没有躁动之类的 说到这里 路晨的手放在穆子轩的肚子上 柔来柔去 穆子轩瞬间脸色一红 他立刻明白 路晨想问的是什么了 妾身刚才脑子里面 突然想到了和王爷洞房时的场景 那些画面一直挥之不去 路晨说道 这就是龙凤茶的作用 用我的鲜血培育的龙凤茶 能够让喝了龙凤茶的女子 对我心生爱慕 如今 穆子轩对她的好感度 已经达到了95 所以 龙凤茶的事情 没有必要瞒着她 听到路晨这话 穆子轩立刻反应过来 他就说他刚才怎么会突然一下子 很想和路晨亲密 原来是受到了龙凤茶的影响 这时候 穆子轩想起来 刚才王清慈临走之时 路晨送了二两龙凤茶 给王清慈 穆子轩随后问道 王爷送龙凤茶 给王清慈 难道是打算收服他 路晨回答道 燕雨阁送给我一个酒品的角色美人 我哪有不接受的道理 穆子轩说道 妾身恭喜王爷 即将收服一个酒品高手 路晨微微一笑 没再多说什么 和穆子轩在亭子里面 搂着温存了一会儿后 路晨身体有些躁动 于是前往了北院 此时 周潇潇和周悠悠 正在房间里面安静地等待着 虽然他们早就是路晨的女人了 但是 他们依旧非常期待 路晨能够灵性他们 不同于取正妻 那些的程序 没有那么多 酒宴办完以后 就可以做正事 路晨进入房间 发现两姐妹正在床上坐着 便拿出龙凤茶泡了一壶茶 对他们两个说道 潇潇 哟哟 你们过来一下 先尝尝我泡的茶怎么样 周潇潇他们并不理解 为时摩路晨要让 他们两个这个时候喝茶 但路晨是王爷 他们只需要听话就行了 两姐妹来到桌前 端起桌上的茶杯 喝了一口龙凤茶 喝完龙凤茶后 周潇潇惊讶地问道 王爷 这是什么茶 居然这磨香甜 路晨一把搂住周潇潇的柳腰 笑着回答道 这是龙凤茶 带花能够让我们更加专注 两姐妹的脸色瞬间变得通红 不过这时候 路晨却并没有动手动脚 他突然想起来 自己还有一颗丹药 一直没有服用 他的新手大礼包里面 有一颗龙虎丹 作用也很简单 主要就是提升他的战斗力 他没有服用 是因为他先前用不到 他已经是一品武者 体能要比普通人好几倍 应付木子轩 他们三个弱女子 基本是没食魔问题的 不过这丹药 放着也是放着 还是干脆使用了算了 反正效果也是永久性的 想到这里 路晨从系统空间 拿出龙虎丹 直接扔进嘴里 龙虎丹的味道 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和吃糖豆一样 吞下龙虎丹 路晨并没有什么感觉 路晨有些疑惑 这丹药难不成过期了 毕竟是新手大礼包 两个月之前的东西了 就在路晨这么想的时候 周潇潇两姐妹身上的香味飘到了路晨的鼻子里面 下一刻 路晨猛然感觉气血上升 身体异常火热 路晨眉头一皱 自己恐怕是低估了这东西 接下来 路晨只好找两姐妹帮忙解决她身体的负面状况 定 宿主和妻妾培养感情一次 练气绝经验之加十 突破之一层 宿主境界突破之四品 定 宿主和妻妾培养感情一次 回春手经验之加十 恭喜宿主解锁功法回春手 恭喜宿主让周潇潇怀孕 获得香水的制作方法 怀孕奖励为鼓励奖励 请宿主尽量保护孩子安全出世 获得子嗣的奖励将更加丰富 一连串的系统提示让 本来已经平静下来的路晨变得很是兴奋 她这时候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轻盈 体力也变得更加充沛 如果不是周潇潇两姐妹已经昏睡过去了 她还想要继续和她们培养感情 路晨这时候打开自己的系统面板 查看了一下目前自己的情况 宿主 路晨 静剑 四平 功法 炼气诀 一层 回春手 钢解锁 神通 武 武器 沙漠之鹰 巴雷特 手雷 紫四 五 看到功法炼气诀后面有 一层 两个字 路晨不禁想到 只是突破到炼气诀一层 她的境界居然就直接从一品跳到了四品 若是炼气诀突破到第二层 那她岂不是就要成为宗师了 如果炼气诀突破到十层呢 她会不会直接成为仙人 就在路晨幻想着未来成仙人的场景时 系统提示音响起 请宿主脚踏实地 不要过度幻想 这个世界不会允许仙人诞生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路晨愣了一下 不过她也没有太在意 就算成不了仙人也无所谓 只要炼气诀 还能够使用就行 靠炼气诀来提升境界 可比靠炼功快得多 炼气诀提升一层 就能够让它境界到四品 等她炼气诀到第二层的时候 她就算没到宗师 也距离宗师不远了 但是话说回来 就算成为了宗师 在这个世界 也顶多只是比大多数武者厉害 一想到自己用沙漠之音 就能够瞬间干掉一个九品武者 路晨顿时就感觉成为了宗师 好像也没尸磨大不了的 毕竟枪炮面前 众生平等 自身的强大知识 增强了她的自保能力 仅此而已 第十八章 路晨对那妾的态度 大夏王朝 经常 某九楼 此时 路书云身后 正跪着一个戴着面纱的女子 路书云背着手 眺望着远处的阁楼 过了半晌 路书云才开口说道 这某酒过去了 你们燕雨阁竟然一点动作都没有 本王实在想不明白 本王扶持你们究竟有什么用 听到这话 路书云身后的女人连忙说道 殿下 圣女已经接触到了北王 一旦圣女确认那个神秘宗师已经离开了北王府 她就会立刻动手 属下相信圣女很快就能够完成任务 路书云冷声说道 很快 本王需要的是一个确定的时间 听到这话 女人陷入了沉默 没有继续说话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进入房间 殿下 血月楼那边已经同意了 只不过 他们要求这次要比上次多五倍的价钱 但是 他们会派副楼主前去 听到这话 路书云心中的怒火 稍微平息了一些 原本他并没有打算继续找血月楼 毕竟上次的刺杀血月楼就搞砸了 而且他扶持的燕雨阁 也有人在北郡 一开始 他是打算让燕雨阁的人动手就好 但是最近朝中立太子的呼声越来越大 这让路书云产生了紧迫感 他需要尽快获得楚家的帮助 一旦获得楚家的帮助 纳摩 他就基本上等于是获得了江南世家的支持 到时候 他被立为太子的可能性就大大提升了 路书云最近也派人去接触过楚家 但是楚家似乎对他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这让路书云始终觉得 楚家是对他那个废物皇帝还没有死心 在他看来 路书云身边的神秘宗师就是楚家派去的 楚家都派一个宗师保护路书了 又怎么可能会对他死心 所以路书云必须得除掉 路书云这时候问道 血月楼的妇楼主实力如何 路书云的下属立刻回答道 回殿下 据说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半部宗师 路书云想了一下 就算路书身边的那个宗师还在 血月楼的妇楼主应该也能够拖住他 到时候血月楼的其他人就有机会趁机解决路乘 而且 烟语阁也派了不少高手前往北郡 路乘身边顶多就一个宗师 再加上一个楚雨晴 至于李峰 一个七瓶而已 不足畏惧 路书云随即对房间内的男人说道 你去和血月楼说 五倍的价钱就五倍的价钱 但是本王必须要看到北王的头 是 殿下 男人话音落下 便离开了房间 只剩下先前那个戴着面纱的女人 还在房间里面 路书云这时候又对女人说道 马上给王亲慈写信 让他配合血月楼的刺杀行动 若是血月楼能将北王府的宗师引开 烟语阁就立刻动手 是 说完 女人也离开了房间 路书云的手放在窗台上 眺望着皇宫的方向 手指不停地敲击着窗台 嘴里喃喃而语道 我的好地点 你差不多也该下去了 京城 大皇子府邸 看着手上的情报 大皇子路义露出一丝笑容 小八还真是心狠手辣 小九都去北郡了 还不打算放过他 此时 路义旁边一个身穿灰色长衣的门客说道 殿下 您这次打算怎么做 路义想了一下说道 本来以为散播小九身边有宗师保护的传言 小八就会知难而退 看样子 这招没用了 小九可不能够死 他要是死了 本王还怎么拉拢楚家 路义和陆书云的母族身份不同 立场也不一样 所以 他们要做的事情也不同 陆书云想除掉路晨 是想让楚家没得选择 因为他的母亲也出自江南世家 没了陆乘 那江南世家就只能全力支持他 而陆义则是认为陆乘是楚家家主楚雄的外孙 就算楚家真的已经放弃陆乘了 楚雄对陆乘也还是有个人感情的 除掉陆乘 就等于是得罪楚雄 即便楚家真的因为江南世家的利益捆绑 而不得不支持陆书云 也会因为这件事在楚雄心里留下一个疙瘩 陆义要做的事就非常简单 他要让楚家看到自己的善意 从而进一步分化楚家和其他江南世家 所以陆义的立场更加偏向于保护陆乘 而且在他看来 陆乘只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废物皇子而已 像陆乘这种皇子对他的太子之位一点威胁都没有 将来等他继承了皇位 他甚至可以扶持陆乘成为江南世家新的化石人 一个不学无术的废物王爷 可比那些江南世家好控制多了 陆义这时候对身边的一个门客说道 莫东平 待会儿你将血月楼父楼主去北郡的消息散播出去 血月楼父楼主要去北郡 这让陆义都不得不担心 陆乘这次是不是真的要嘎了 陆义心里想到 小九 皇兄 我可只能够帮你到这里了 接下来就看你的命硬不硬了 此时的陆乘还不知道京城发生的事情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他依旧一直待在北王府 每天和周悠悠培养感情 穆子轩和周潇潇都已经怀孕 现在就剩下周悠悠一个人伺候陆乘 这让周悠悠有些苦不堪言 陆乘已经是四品五者 再加上他服用了龙虎丹 周悠悠这个弱女子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北院 穆子轩和周潇潇一边说这话 一边朝着院子走去 根据陆乘提供的香水图纸 他们已经制造出了一些香水 北院种了不少花 他们打算利用北院的这些花 尝试制作新的香水 不过 他们刚准备进入院子 就听到远处亭子 传来若有若无的女子声音 声音时而低沉 时而高亢 这时候负责周悠悠引试起居的两个小丫鬟 红着脸来到穆子轩他们面前 见过王妃 看到两个小丫鬟脸大这么红 他们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此时周潇潇试探性说道 姐姐 如今我怀孕了 就只剩下了悠悠一个人伺候王爷 而王爷最近似乎越来越喜欢做那事 悠悠一个人扛不住呀 你要不要问问他 看他愿不愿意纳钱 周潇潇深知自己只是陆臣的世界 所以那些这种话 他说不合适 只能够让穆子轩去说 他也不知道穆子轩愿不愿意 毕竟穆子轩是王妃 是北王府的女主人 听到周潇潇这话 穆子轩叹了口气 妹妹 那些这事 我其实早就和王爷说过了 王爷说 他在那些这事的态度 是宁缺无滥 一般的女子 他看不上 第十九章 是时候拿下王清词了 穆子轩在对待陆臣纳妾这件事上 一向是很开明的 他一点都不在意陆臣纳妾 但是陆臣本人 对纳妾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这点让穆子轩也没有办法 听到穆子轩的话后 周潇潇小声在穆子轩的耳旁说道 姐姐 咱们王府不就有一个符合王爷眼光的女人吗 听到这话 穆子轩愣了一下 随后他瞬间明白了周潇潇说的是那个女人 穆子轩淡淡地说道 潇潇 楚怡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插手的 这个得看王爷和楚怡的意思 王府的人基本都知道 楚与琴和陆臣的关系不简单 从陆臣看楚与琴的眼神就能够看出来 陆臣恨不得将他给吃干抹镜 不过楚与琴的身份比较特殊 陆臣要想将楚与琴拿下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楚与琴嫁过人 虽然他才嫁过去 对方就死了 他们甚至都没来得及洞房 但是 他已经算是那家的人了 他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寡妇 如果楚与琴嫁的 只是一般人家 那还好说 毕竟陆臣是北王 有一定身份地位 可以迫使对方家族的人休妻 或者解除婚约 但是楚与琴嫁的是王家人 王家是江南世家里面 实力仅次于楚家的存在 而且 王家还是八皇子陆书云的母族 陆臣想利用北王的身份 让王家休了楚与琴 基本上不太可能 当然 最大的障碍 还是楚与琴这一关 北王府的人也看得出来 楚与琴 完全就是把北王当成是一个孩子 当成是自己的晚辈 再加上 他性子比较软 他不太可能接受陆臣的男女之情 听到穆子轩的话后 周潇潇撇了撇嘴 没再继续说下去 穆子轩这时候 想到了百花楼的王清辞 若是陆臣能够早日将王清辞给收服 或许到时候周悠悠也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不过 这也同样不是他可以插手的事情 想到这里 穆子轩微微叹了口气 过了一会儿后 等亭子那边的声音差不多停歇了 穆子轩和周潇潇这才进入院子 此时的周悠悠衣上松垮 绣发凌乱 整个人无力地趴在陆臣的怀中 他对陆臣是一见钟情 所以陆臣和他培养感情 他心里原本是很高兴的 但是最近没有了自己姐姐和王妃分担火力 再加上陆臣不知道为何变得这么凶猛 这让周悠悠有些吃不消了 见穆子轩他们进入院子后 陆臣就猜到 他们应该是听到刚才的声音了 不过他一点不在乎 王府分内外院子 现在内院的几个院子都是女护卫 而穆子轩和周潇潇又是自己的士气 所以听到就听到了 没时磨大不了的 这时候 穆子轩主动说道 王爷 我们已经根据你提供的方法 将香水制作出来了 穆子轩话音落下 他身边的丫鬟 便提着一个木盒子走进亭子 然后将木盒子 放在亭子的石桌上 听到这话 陆臣随后将自己怀中的周悠悠抱起来 让他坐在亭子的长椅上 周悠悠的丫鬟看到这一幕后 赶紧过来扶着周悠悠 陆臣来到石桌面前 从木盒子拿出一个小瓷瓶 然后打开瓶塞纹了一下 受制作方法的影响 王府的香水很自然 即便香味浓郁也不会枪笔 陆臣满意地说道 爱飞 萧萧 你们辛苦了 周萧萧这时问道 王爷 这香水您打算怎么卖啊 王府的香水 可比一般的香囊好用多了 而且香味的持续时间更久 需要的时候 拿出瓶子来滴几滴就行 陆臣想了一下 随后说道 香水这种东西不像肥皂是必需品 就卖贵一点吧 一两银子一瓶 听到这话 木子轩和周萧萧都愣了愣 不过他们很快反应过来 虽然陆臣的定价比较高 但是身为女人的他们很清楚 香水推出后 一定会吸引无数少女的目光 这时候 木子轩好奇地问道 王爷 这香水的制作方法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啊 陆臣给的香水制作图纸 非常清晰 每一步怎么做上面都有画 一眼就能够学会 他们在制作香水的时候 甚至都没有让下人动手 木子轩和周萧萧 自己就将香水制作出来了 听到木子轩的问题 陆臣微微一笑 随后厚着脸皮回答道 这是我闲来无事的时候 研究出来的 听到陆臣的回答 众女感到很是惊讶 外界都说 北王不学无术 但是他却能够研究出 这两样实用的物品 此时 木子轩突然想到什么 于是继续说道 王爷 我打算邀请百花楼的王姑娘来釜底 和他商量一下 让他们百花楼的姑娘 提前试用香水 你觉得怎么样 木子轩想着陆臣 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周悠悠身上 也不是个事 既然陆臣早就盯上了王清慈 那就让王清慈 多一些在陆臣面前出现的机会 而且让百花楼的花魁 试用香水 也能够很快打响香水的名声 有了香水 今后去百花楼的男人 回家后 肯定满身都是香味 香味久久 无法散去 到时候 那些男人的女性家眷 说不定会想办法打听 他们身上的香味 是怎么来的 听到木子轩提到王清慈 陆臣心里 瞬间浮现出 那个妖绕的身躯 一时间 陆臣感觉体内气血有些翻涌 服用龙虎丹以后 他变得越来越难控制自己了 每天不找周悠悠 培养一下感情 他晚上都睡不着觉 陆臣有些无语 这样下去 也不是个事啊 最近木子轩和周潇潇都怀孕了 按照他如今的能力 恐怕周悠悠也快了 要是他们都怀孕了 那他怎么办 早知道就不服用龙虎丹了 这龙虎丹 真是害人 这时候 系统提示声音响起 宿主请放心 宿主现在控制不住龙虎丹的药性 是因为宿主的境界不够高 等宿主突破到九品舞者之后 便能够轻松压制自己的欲望 陆臣的嘴角抽了抽 九品 他的修炼方法就是和妻妾培养感情 但是恐怕 他还没有到九品周悠悠就怀孕了 燕成这个鬼地方九十平分的女人又这么少 这让他什么时候才能够突破到九品 看来 是时候拿下王清慈了 王清慈本身是九品舞者 体能不是一般的弱女子能够比的 拿下他之后 他的炼气诀应该很快就能够突破到第二层 第二十章 本王想找你单独聊聊 在要孩子和提升修为这两件事上 陆臣有些无奈 他的修炼方法是和妻妾培养感情 但是系统告诉他 只有生了子嗣 他才能够获得更加丰厚的奖励 但若是他的妻妾都怀孕了 他找谁培养感情去 九十分的女子可不是大白菜 不是想找就能够找到的 默认培养感情 他的修为还怎么提升 一想到这里 陆臣更加坚定了拿下王清慈的决心 进阶越高的舞者越不容易怀孕 今后就拿他来修炼 随后陆臣对木子轩说道 爱妃 你请王姑娘来之前 一定要通知我和楚衣 王清慈是九品舞者 该房还是需要房的 木子轩说道 妾身明白 这时候 陆臣看了一眼 还在亭子长椅上休息的周悠悠 便笑着说道 悠悠 你好好休息 我晚上再来找你 听到这话 周悠悠直接呆住了 晚上还来 你不 救救孩子吧 几天后 百花楼 王清慈半躺在美人榻上 云长松松垮垮 此时他喃喃而语道 这磨英俊的男人 就这磨杀了 实在可惜 王清慈自从从王府回来后 脑海中总是情不自禁浮现出陆臣的身影 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受了龙凤茶的影响 毕竟陆臣的雀生的英俊 看到手中的纸条 王清慈感到有些可惜 不久后 血月楼的妇楼主就要来北郡 而那个时候 不管北王府的宗师还在不在 烟雨阁都必须要动手刺杀北王 一想到那个英俊的身影 王清慈内心就有些不舍 王清慈这时候 嘴角微微上扬 随后自言自语地说道 小王爷 你可不要怪姐姐 心狠手辣 要怪就怪你生在了皇家 就在这时 一个丫鬟进入房间 在帘子后面说道 欧主 北王府派人来请您过去 说是有要事相商 听到这话 王清慈问道 是北王找我吗 丫鬟回答道 好像不是北王找您 而是王妃找您 王清慈疑惑地想到 慕子轩找自己做什么 难道是因为肥皂的事情 不过话说回来 不管是慕子轩找自己 还是北王找自己 他肯定都是要去的 既然有正当的理由 进入北王府 他为时魔不去 他可以趁机打探一下 那个神秘宗师 还有没有在北王府 顺便勾引一下北王 想到北王那英俊的面容 王清慈就感觉身体有些躁动 王清慈随后从美人踏上起来 随后整理了一下自己松垮的云长 我这就去 接近住 王清慈前往了北王府 当北王府的下人 带着王清慈进入后院时 楚与琴正在巡逻 恰好看到了王清慈 他顿时眉头一皱 随即说道 等一下 听到楚与琴的声音 王清慈心里一紧 楚与琴是九品舞者 很容易察觉到他也是舞者 若是暴露了自己是舞者的身份 恐怕会引起楚与琴的怀疑 为了不暴露 王清慈立刻停下了脚步 楚与琴这时候来到王清慈面前 然后问道 你是什么人 我怎么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你 王清慈随即行礼回答道 楚夫人 奴婢是百花楼的花魁 这次来王府是受到王妃的邀请 楚与琴仔细打量了眼王清慈 他不禁想到 这个女子倒是生得妖柔 难道子萱是打算让这个女人伺候陈 最近内院发生的事情 楚与琴自然是知道的 周悠悠这几天走路都困难 如果再不给陆辰纳钱 周悠悠怕是受不了了 不过 楚与琴有些狐疑地看着王清慈 他总感觉这个女人不简单 他刚才似乎感受到了 这女人身上有魅力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这个女子又和普通人一样 没石魔区别 想了一下 楚与琴最终还是说道 好了 你们进去吧 紧接着 王府的下人 继续带着王清慈去了北院 进入北院后 王清慈的视线 就落到了亭子里面的陆辰身上 不知道为石魔 他现在情不自禁地 就想要注视陆辰 王清慈走进亭子 便立刻半蹲行李说道 明女见过王爷 王妃 陆辰微笑着说道 起身吧 谢王爷 随即王清慈看着陆辰问道 不知道王爷找奴家来王府 是有什么事 陆辰回答道 不是本王找你 是本王的爱妃找你 你们聊事情吧 本王只是坐这儿 不打扰你们 穆子轩立刻从石桌上的木盒子里面 拿出一些小瓷瓶 王姑娘 你过来一下 看到石桌上的小瓷瓶 王清慈好奇地来到石桌面前 此时 穆子轩打开一个瓷瓶 一股花香 瞬间涌入王清慈的穷鼻 穆子轩随即说道 王姑娘 这是我们王府制作的香水 香味的持续时间非常久 我们打算让摆花楼的姑娘 试用一段时间 随便帮我们王府做做宣传 听到这话 王清慈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找自己有正事 他还以为是北王找自己谈情刷爱呢 王清慈随后接过穆子轩手中的瓷瓶 凑近闻了闻 花香味非常浓厚 但是并不刺鼻 是那种很自然的香味 王清慈随后问道 王妃 摸壁能问一句吗 这香水的香味能够持续多久 穆子轩回答道 一滴香水的味道 差不多就能够持续三个时辰左右 而且这香水不同于香囊 这香水可以随时拿出来滴一滴在自己身上 让自己身上的保持香味一整天 并且就这磨一瓶也能够用很长一段时间 听到这话 王清慈眼睛一亮 虽然他是冲着北王来的 但是这香水更加吸引他 没想到北王府还有这种好东西 王清慈随后看向木盒子里面的其他瓷瓶 王妃 奴婢能够闻一下其他瓷瓶的香味吗 当然可以 这木盒子里的香水 都是我打算送给你们百花楼试用的 王清慈立刻说道 多谢王妃赏赐 话音落下 王清慈又打开其他瓷瓶闻了闻 每种香味都不一样 但是这些香味都比较自然 让人闻了还想闻 这时 陆成用系统试别了一下王清慈的个人资料 名字 王清慈 身份 九评五者 江南王家的养女 烟语格圣女 百花楼的临时楼主 他听说北王府找自己后 就立刻赶了过来 最近他的脑海中 总是浮现出北王的身影 一想到不久后 血月楼的副楼主要来刺杀北王 他内心就感到很是可惜 评分 九十五 好感度 六十 寿龙凤茶持续影响中 陆成愣了一下 他没有想到 血月楼居然还赶来找他的麻烦 不过 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 见王清慈 有六十的好感度 他嘴角微微上扬 是到了收获的时候了 想到这里 陆成队正在试用香水的王清慈说道 王姑娘 本王听说 你们百花楼 是整个北郡最热闹的地方 王清慈随即说道 王爷 百花楼 不一定是整个北郡最热闹的 但一定是燕城最热闹的地方 陆成继续说道 你们百花楼这么热闹 那你一定知道 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本王待会儿 想找你单独聊聊 打听一些 关于北郡发生的事情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骚子 好 你好 兽